对于这个中国联通这个股份的先修期过去的这个因素来分析的话 我相信对于它的股价的压力不会跟一些中资过去的一些国有商业银行那么大 主要就是这个联通现在的流通股在未来这个先修期结束之后呢 很多的股份也是这个控股股东所持有 跟一些美国啊 还有一些欧洲的一些投资银行持有一个比较大的份额的一些中资的银行股有所不同 我相信对于它的股价的构成的这个负面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 不过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呢 反映就是这些网络的供应商的股份呢 表现也没有一些设备的生产商那么好 主要就是他们在今年度这个3G开通之后呢 一些投资呢不断增加也影响到了他们 未来的股价的表现 我相信大概就是这中国联通呢 它未来一段时间的股价也是跟这个大盘呢一起走 我相信这种股价的股价是一种股价是一种股价的股价是一种股价的股价的股价